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都要放在我们的踏板上 分别放在油门和刹车 刹车和油门上 对 刹车和油门上 我可以一起放一只脚吗 那你准备放在哪一只上面呢 一会儿二位在开的时候 我们要比较精确的计时系统 会记录各位每一圈的成绩 脚胀速度和成绩整个心脏 会精确到千分之一秒 所以大家一会儿可以 你们开了以后 回来会看到你们的成绩 好 我们在驾驶卡丁车的过程中 会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过弯 我们在看到弯道中 第一个反应是要减速 好 减速要踩哪个脚 减速要踩刹车 左脚 然后打好方向 踩下油门踏板 就是松开刹车 把油门踩到底 然后快速出弯 慢入快出 还有口诀 慢入快出 慢入快出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走线 走线是要遵循我们 外内外的走线法则 外内外 怎么有那么多理论啊 相信你们一定能驾驶好 然后很多技巧 需要你们在赛道中 再去体验一下 对 然后一会儿需要佩戴好 我们的头盔 系好安全带 然后就等待我们 红绿色的灯亮起的发车信号 好的 谢谢岗老师 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传授经验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上车 才能知道真正的要领是什么 听那么多技术 还是没有实战来得有劲 我们准备去挑车吧 好吧 OK 好 谢谢专专辑 再 谢谢岗老师 只因为他们不能抓得起 生命还不需要反来复制 考虑又考虑 生命还不知道为什么他急 生命他没学会装摸 说要证明你自己 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谢谢你不相信 你也许没留意 有多少人想慕你 羡慕你年轻 这世界属于你 只因为你念错 恭喜恭喜恭喜 实力相当啊 同步达到目的 对对对对 但我慢了一圈 感觉怎么样刚刚这个感觉 很好玩非常好玩我觉得 我太喜欢这个感觉 我想问一下在开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有一度你和我都是孤独的 身边都没有彼此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你想我吗 所以我那时候在追你啊 你应该等我不该追我 结果最后抄了我一圈 但好在我们同时到达了 这叫殊途同归 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对对对对 谢谢今天花花跟我们来挑战 这个卡丁车的比赛啊 那我们继续会回到演播室 跟大家分享花花这张 全新的专辑 其实我觉得专辑也好 做音乐也好 我们生活当中都要去尝试一些 可能没有试过的风格 偶尔突破一下自己 也许会带来像是 卡其model的礼物一样 给你一个surprise 今天我们装饰那么帅 我们要纪念一下 来好 Happy Ending 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 能带着花开 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 只要会更快 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欢迎从卡丁车场回来啊 我们其实我觉得花花一路过来 也是一个很敢于冒险的人 做了很多 虽然自己说自己是像 Kashimoto一样的小人物 但其实做了很多 大人物做的事情 比方说出道 时间最短 你创下了这样的历史 能够登上 伍克松的舞台 连开两场演唱会 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超爽 超爽啊 没想到吧 对 这个是 登上演唱会 真的没有想过 跟你自己以前幻想的那个舞台 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那其实好 因为舞台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个舞台其实就是最自由的舞台 也是我最爱的舞台 对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我跟歌迷之间的一个约会 是非常的自由 随性 然后我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然后陶醉在这个状态里面 非常陶醉 我觉得很爽 现在想起来还是这样陶醉就磨了 你自己回想过来 从比赛到现在 有了演唱会 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心中有没有一些你自己觉得很感谢或者感动的地方 其实我感动的地方太多啊 因为我的歌迷他们有为我做过太多事情了 对 就是我一路走过来 他们就一直在不断的去支持我 包括演唱会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我跟他们之间就像在谈了一场恋爱一样的感觉 是哪种恋爱 初恋还是热恋 就是 还是黄昏恋 就是 每个阶段 对 每个阶段都有的 你说整个演唱会像是一场恋爱 对 对 像是一场恋爱 到最后我就是很舍不得那种 这次专辑里面很有意思是找来这个大师灵溪老师 跟你写的这个 跟他合作 包括这首歌 还有人说 这个烟火里的尘埃嘛 还有人说这首歌 其实跟张国荣的那首 我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其实跟张国荣的我还是有区别 就是 首先从音乐风格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旋律线条 我也不一样 然后再又是词的话 可能就是 如果说 林溪老师把张国荣形容成为一个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那我只是烟火里的尘埃 对 我不是 还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渺小的位置 对 就让我心所听到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接下来我们跟你再玩个游戏吧 我们总共有15个快问快答的题目 你要很快速的回答 要很快速很真实的告诉我你 花花真实的想法 好 好 准备好吗 OK 来看着镜头啊 你说321我就来问了 好 321 请问今天你穿的袜子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 出去吃饭每次必点的一道菜是 肉 打开你的包一定会出现的物品是 手机 耳机 耳机 你是个自恋的人吗 还好 你是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吃了睡了吃 白人和黑人生下婴儿牙齿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有没有暗恋过人 有 可以接受拍裸戏吗 不能 最喜欢别人用什么词来形容你 酷 酷 觉得自己哪里长得最好看 嘴巴 第一个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 不认识 嫦娥 最喜欢什么动物 呃 都海鲜 蜘蛛吧 最喜欢什么颜色 红色 花花和华晨鱼哪个帅 都 都其实不帅 对镜头做4个最常用的自拍动作 3个好了 3个自拍动作 1 2 3 3 耶 谢谢 刚刚我们问到一个问题 说有没有暗恋过人 你说有 对不对 暗恋过人 对 有 有 刚刚不假思索的说了有 有 这是什么 最近暗恋是什么时候 呃 其实不是 是以前 但是 也就是暗恋一下 嗯 对 就是跟他聊聊天 然后觉得还很美好的一个人 我的那个 why nobody fight 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 而且跟歌迷一起唱 对是跟歌迷一起完成的 免费了利用了自己的粉丝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现在 出发吧 趁还有现在 我是本月MTV新派华晨宇 你自己在做这张专辑 其实他整个筹备过程是很顺利的一个过程吗 对 从舞蹈游 从录音到到制作出来的话大概两个月吧 嗯 但是收割收了很久 收了多少首demo 收了 我是从两万首demo里面跳出来的 两万首 然后 选出了七首 另外三首是我自己写的 对 这七首从这个两万首demo当中选的 有没有哪一首你现在想起来是当时你一听到就觉得天哪这就是我的歌 我选中的第一首就是烟火里的尘埃 这首歌是西楼老师写的 嗯 我拿着这首歌我当时是听到他的声音和他这个旋律 然后我说哇这个人的唱歌的方式跟我很像 然后我就对他的东西很感兴趣我就听了他很多很多的作品 我就把这个人单独这个人的作品跳出来全部听了一遍然后我说他的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 嗯 然后我就我就跟我的经纪人说我说我要见这个人 然后就约见面了 对对对 网友见面 然后他长得跟你像吗 就整个人感觉像不像 他长得 穿着打扮 很帅 他穿着打扮跟我有点像 真的 对 你们见面第一句话是什么怎么打开那个气氛 就是 你跟我很像 对 真的 对 我跟他说我说啊哈喽然后然后他说啊哈喽然后我就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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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你的歌我说我觉得你我们很像 然后他说我看过你比赛我也觉得我们很像 天呐然后两个人就拥抱热泪迎靠 但是他就是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式聊音乐然后开始聊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很像 就会特别多的共鸣 对 说到这个我真觉得制作一个专辑特别是人生做第一张专辑能够遇到一个合拍的搭档是那么的重要 对 所以我这次专辑我就觉得我的运气特别好就是 我整整张专辑的制作过程中我一路遇到的人都是非常合拍的 完美契合 对非常契合 那讲到做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也刚刚也说有三首你的原创作对 这个自己的歌再放到第一张专辑里面来这个感觉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吧 其实我写了很多很多歌 就是 也大概有两万多少 那倒没有 因为我从 几岁 十一岁开始 好了不要炫耀了 十一岁就开始写歌 就是我有很多歌 但是我不是很愿意把我以前写的东西放到这张专辑来 对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是是我表达我就是我写给我自己的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礼物 对对是表达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然后我这种东西我不是太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像我这三首歌拿出来分享是我觉得 这是我出道以后的音乐感受 然后是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音乐 对我才会把它放进来 厌倦了 所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在这里 它们明白了 在这里 是 约六 在这里 你在这里 在这里 是 一经 在这里 你 在这里 在这里 作者 作者 他的痛 有谁能懂 他的梦 问我问 他多么想 多么想爱你 他多么想 多么想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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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 录出来声音太完美了 那个合唱太完美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感觉 我想要是一个 大合唱 是大合唱 自由的 是最自由 最淳朴的一个合唱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职业行业的人 都来参与过 参与进来的一个合唱 所以我就找了歌迷来唱 他们一开始录的时候 他们是 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在唱 就跟那个合唱团的状态是一样的 然后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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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 我说这个感觉不对 我说我要的不是你们唱 不是唱出来的感觉 而是喊出来的感觉 因为我要的就是你们有瑕疵 要的就是你们会跑音 因为如果太认真的去唱的话 他们就会去顾虑 我不能跑音 我不能节奏不稳真这样 但如果 对 我说我不要这样 我要是你们 彻底的放开去喊 哪怕你破音跑音了都无所谓 你喊不上去都没关系 然后就只要你喊出来 后来效果就达到你的 对 后来就达到 最后你给他们钱了吗 没有 免费了利用了自己的粉丝 对 我没有给钱 没有给 要回去就能算钱 但是我给他们 一个人50左右 但是我给他们 合音费 我给他们吃饭 我给他们买了水 买了水 这也了不起了 很好了 请他们喝水了 因为大家喊嘛 就是嗓子还是挺废的 然后就是 后来做完之后的效果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 包括从专辑成品 这首歌大和尚的部分 都是有瑕疵的 包括节奏部分 有的人抢拍了 有些人慢慢拍进来 就是很好玩 是 歌迷应该也在找说 那个声音是我的 大概几分几秒 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你知道现在在这个网上 有一个很流行的事 就是用话成语的名字 加上这个手机的 九宫格的这个按键 然后写出一个 一句完整的话吗 真的啊 你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 玩疯了 在贴吧里面 怎么玩 所以今天我们要现场 跟花花来试验一下 就是 九宫格你按四个九 其实实际上 它是会自然联想 会出一句话的嘛 所以今天不如现在 我们来反过来 你给粉丝说一句话 比如说 华晨宇要给你的火星人 粉丝说的一句话 是什么呢 你按四个九 我们随机看看是什么 好 好不好 你按一下 哇这个好酷啊 你按一下这四个九 这么玩 一 二 三 四 早些休息 对 所以就是 怕晨宇对你的粉丝说 早些休息 早些休息 给大家看一下 早些休息啊 四个九 早些休息 你自己 早些休息吗 我不早 我每次都好晚睡觉 只是我 只是一场烟火 散落的真爱 其实粉丝跟你之间的关系会很微妙啊 你自己平时看到粉丝留言什么有没有很难忘的一些或者很脸熟的粉丝有你熟到能叫出名字的吗 有啊 很多啊 嗯 什么鸡腿苏 苏霸好像是 SUBA吧好像是 我还都记得 还有还有小王子守护团 还有我的后援会 嗯 对 全全球后援会吧 他们在为你的微博下面留言一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会拍照片 嗯 然后拍了 好好看 拍你的照片好好看 然后你自己会把它偷偷的暗保存下来 嗯 设臂子 对 那这样吧 节目最后通过我们新派的镜头也跟我们新派的观众也好 这些刚刚说的鸡腿也好 跟他们说说你 真正除了早些休息之外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讲 因为这次一路过来 你看演唱会也开了 专辑也发了 嗯 好像 每个歌手最梦想的是一一都实现 你有没有什么心情 要跟粉丝讲 好 嗯 那说什么呢 其实 就是 其实 我有 嗯 我有努力在为你们做什么 我也知道你们有努力在为我做些什么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 彼此 继续玩下去吧 继续玩下去 然后把这个卡西莫多的这份礼物 真的当做礼物给大家 好好地珍藏啊 把这个礼物一直保留下去 对 还有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礼物带给大家 会有的 好了 谢谢今天绘画作客 我们的Vivo智能手机新派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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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 能带着花靠 哦 呃 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 紧张会坎立 哦 只有我 就是我 好希望 我还在感慨 风雪只追过来 为何不回来 我一切不回来 美不美好